說到鐵道迷所關注的福森號 在今天正式試車 通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其實是鐵道迷敲碗已久的 全新換木車廂福森號 在3月20號的時候 其實從早上10點北門開車 接著會抵達主旗站之後來折返 試車其實就是要來測試 車上的各式設備 除了乘客會使用到的空間之外 還有這個行車上面的儀器 其實這一次福森號都有特別做了一些修改 而鐵道迷是從一早就準備來這個旁邊 來迎景期待 因為福森號其實歷時了兩年九個月打造 在先前的時候就已經亮過下 不過現在是正式的來試車 即是在6月會完成整個試車 那後面還要報交通部核准以後 我們才會來規劃這整個相關的售票服務 預計試車完成之後呢 才會開始來規劃它即將要售票 以及行走的這個路線 也讓所有的鐵道迷引頸期待